哈哈哈哈,这牛仔电视,终于被我们给黑化了,接下来我们会派他,潜入监控人的基地,协助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掉,有一点,他的笑脸太邪恶了,要把他的表情给隐藏起来,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,现在,怎么样都察觉不到他是我们的人了。 今天有大好事啊,有新人加入呢,按监控人还有音响人跟我们说的情况,是牛仔电视人要加入我们的队伍,这家伙我可是听说过了,非常的厉害啊,特别是他手上的双枪,一打一个准啊,还有他带来的这些手下呢,个个都有独特的本领。 不得老弟,现在知道我为啥这么高兴了吧,有他们的加入啊,我们的实力啊,又上了一个台阶,敌人呢,也会忌惮我们三分。 大哥,你确定他们的本事有这么强吗?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,暂时还不清楚。 按我的分析,这些牛仔电视人有可能被神化了,可能没有这么强呢。 不会吧?诶,这家伙怎么突然露出了邪恶的表情?不会向来攻击我们吧?这家伙到底是敌是友呢?暂时我们也不清楚啊。 哇,突然攻击我们了,大家小心,看来这些牛仔电视人是我们的敌人。 他们好坏啊,居然用加入我们的名义,闯入我们的基地。 有一点让我百事不得其解,我跟他无冤无仇,为啥要偷袭我们的基地呢? 想来想去,只有一个原因,就是马桶人,肯定他们是马桶人派过来的。 糟了,这些牛仔电视人的实力比我们强啊,我们的火力啊,还有力量都被压过去了。 我们的泰坦影响人,看着情况好像不是他的对手啊。 情况不对,我们还是赶紧撤退吧,老第二弹,快走。 这些家伙,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击败他们。 那我们的泰坦还有其他的音响人怎么办? 顾不了这么多了,让他们帮我们挡一下,赶紧撤回去。 我们后面的基地,更重要。 没想到这马桶人,居然用这种方式,来偷袭我们。 还想说我们的队伍,又要强到了,没想到,遭到了袭击。 大哥,底下发生啥事? 这牛仔电视人突然发起了进攻,还想说他是来加入我们的。 结果,我们的音响太太被消灭了,还有其他的小兵。 怎么会这样呢? 牛仔电视人本来就是跟我们一类的,怎么会来袭击我们呢? 按我的分析,有个人被马桶人给黑化了,所以才会袭击我们。 重点是,我们一半的手下都被他们给灭掉了。 这些牛仔电视人马上就会攻上来,我们要赶紧做防御。 来不及了,这些家伙已经冲上来了。 呀,没想到他们这么快,这些都是牛仔小兵,大家小心,他们的实力我们暂时还没有摸清楚。 有一点,我看到了他会使用一种光的技能,是一个绿色的光。 暂时不清楚,这光是控制技能还是攻击技能啊。 所以,我们一定要避开。 哇,这些家伙,使用这种光的话,是攻击技能啊,会爆炸。 看来这牛仔电视人用这光的技能呢,是进去的攻击。 用上他们的双枪的话,就是远程,大概也是摸清楚他们的实力了。 还想说我们这几个人,能把这些小兵给消灭掉呢? 结果呢,这些牛仔小兵,被我们墙上好几倍。 完了,连他们的小兵我们都对付不了。 看这情况,这些家伙,想进入我们的地下室,摧毁我们的防御系统哦。 大家要小心啊,阻止他们,不要让他们进去。 他们实在是威力太强了,没有办法靠近啊。 没有办法靠近,也要硬拼啊。 要是防御系统被他们摧毁了,我们就惨了。 糟糕,这些音响人全部挂了。 这里有一只牛仔电视人,疯狂射击,把它搞定。 OK,这家伙还没有完全挂掉,再给他补几枪。 好了,这下,你可以去领盒饭了。 里面的敌人已经全部清扫干净,外面再看一看,还剩下几个小兵在外面。 老第二代,准备好了。 这几个家伙,看这情况还是有点强的。 这一次他们发出来的技能呢,是红色的。 好家伙,一旦被他击中的话,掉血掉得很快啊。 他们的普攻就这么强了,要是放大招,我们不得BBQ啊。 想要快速拿下敌人呢,也是只能用这一招,快准狠,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先机啊。 还差一个,用点射的方式,把它干掉。 呀哈,我的点了这么多下了,他居然没事。 大哥,你没有击中电视头啊,效果就减半了。 好吧,看来得听二弹的,击中他的电视头,我们才能把它消灭。 已经干掉一只了,还剩下一只,你给我去领盒饭吧,干掉。 这牛仔电视人小兵,我们都已经清扫掉了。 是清扫掉了,但是我们的人手,也是损失惨重啊。 这一次,我们得提高警惕了,我们现在要尽快到计较室,看一下我们的防御系统有没有受损啊。 这铁门一点都没有被破坏,看来我们的设备都安然无恙啊。 看了一下,非常的正常,但是有个缺口,刚才被这些牛仔电视人给破坏了。 我们要尽快把它们修复,避免这些马桶人趁机而入啊。 修好之后,我们的基地就是封闭了,这样呢,我们就可以关起门,来对付这牛仔电视人。 他们没有马桶人的增援呢,我们还是有胜算的。 OK,我们的防御系统呢,已经全部修复,接下来的话,就专心来对付这个牛仔电视人的大POSE。 看一下他在哪个位置,一旦被我们发现,我们就会全力以赴,把它拿下,要快准横,发现他了,就在我们的前面。 没想到这家伙出手的速度,比我们快多了,而且他抬的是两把枪呢,我们的枪的子弹,根本就没有比他多啊。 我们的实力,肯定没有办法跟他抗衡的,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东西,来对付他。 到底啥东西啊? 先把它引到前面的废弃小镇,那边有几枚导弹,导弹的威力,肯定能把它消灭掉。 恶蛋,你怎么会知道,前面的废弃小镇,有导弹呢? 我也是前两天看到的,所以啊,就想起来了。 好家伙,我都没有想起来,是我放的呢。 原来是你放的,刚好能用得上,就这几枚就够了。 恶蛋,把这些导弹放在背包里面,跟我走。 我知道有个位置,可以设下陷阱,来对付这个牛仔电视人,就在前面。 这个位置的话,就刚刚好,把这些导弹,全部放在这中间的位置。 导弹的话,就让你们来布置了,我去把这个牛仔电视人给引过来。 OK,这里的话就交给我了。 好的,我试一下,一个人的力量,能不能把他骗过来呢? 这家伙跑到哪去了? 诶,发现了,就在边上,从这个位置穿过去,然后偷偷地靠近他。 好的,趁他没有发现我,朝他的背后收击。 诶,这家伙是长了第三只眼睛吗?这么快就转头了。 这样也好,慢慢地开始上钩了。 再给他发出几枪,等他过来,来了,来了,来了,来吧。 你这个牛仔电视人,尝尝我们导弹的威力,趁现在,把这导弹给引爆。 糟了,这家伙的速度太快,我被震飞了。 完蛋,不会这一次的计划失败了吧? 看这情况,我要想办法靠近他这个位置才行啊,才能引爆导弹呢。 恶当老弟,你们去引开他的作业。 我呢,想办法靠近导弹的位置,把这导弹给引爆。 没问题。 好的,我的机会来了。 诶,这导弹怎么没有爆炸呢? 看来我打错位置了,原来这导弹呢,在后面。 好的,成功引爆。 这牛仔电视人,再大的威力,也扛不住这几枚导弹吧。 这一爆炸,全部都是黑烟啊。 黑烟散去,我们就看清楚了,这家伙,被我们给搞定了。 这导弹的威力,人之各种家伙,不管是马同仁的大迫事,还是其他的怪物,都能制服。 也不能这么说,也要看怪物的综合实力。 有些怪物呢,防御能力比较强的,你用导弹,也没有用。 发送回来,今天我们也是脱陷了,但是我们的队友,损失惨重啊。 好了,那我们今天的该的模组就玩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,拜拜。